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每一个人都是来成就你的生命的 强烈推荐 分享一个令你煽然泪下 且醍醐灌顶的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解答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天国的地方 那里住着很多小精灵和小天使 他们相亲相爱 每天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 一个小精灵决定要转世投胎为人 其他的精灵天使知道了 都很祝福 一起来送他 天国统帅也来了 就问这个即将转世为人的小精灵 你还有什么任务吗 小精灵回答说 我希望接下来的仪式 成为最美好的生命 天国统帅想了想 说成为最美好的生命 最大的难度就是要学会宽恕 那我就安排另一个小天使 陪你一起到你下意识的生命里 扮演一个恶人的角色来让你宽恕吧 另外一个小天使也欣然答应了 小精灵很感恩小天使 但是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问小天使 你是如此的美好 有什么理由让你到我下意识的生命里 变得阴暗和审重呢 小天使回答说 因为你曾经也为我做过同样的事 我们曾一起经历了一切 我们曾经都当过男人 与人 好人 坏人 受害者 迫害者 我们每一世都帮助着彼此成长 小精灵很感动 小天使继续说 下一世 我会到你的生命中去扮演一个坏蛋 我会做一些真正可怕的事情 只有这样 你才会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宽恕 最终成为最美好的生命 小精灵明白了 又追问了小天使一个问题 你为了让我能成为最美好的生命 甘愿去做一个坏蛋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那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小天使顿了一下 然后回答说 在我攻击你的时候 在我对你做出一些 你能想到或想不到的最坏的事情的时候 请你不要忘记我真正的样子 原来 我们的生命中都曾出现过天使 但你是否还记得你们曾经的约定 不要忘记他真正的样子 当我读完这个故事后 最先想到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再就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女儿 对我触动非常大 一 学会宽恕课题 要不是我父母对我严厉的管教 打压 约束 从小缺少对我的陪伴 关心 一直扮演着黑天使 让我觉得我内在有那么多的伤痛 那么匮乏 我就不会走上觉醒之路 向内探索 这十年来 我一直在深挖原生家庭的伤痛 最终发现 是自己的业力匹配 畜生在这个家庭 选择自己的父母 一切都是自己的德行感召来的 生命的课题 是让我学会宽恕 在爱和宽恕中 放过原生家庭 二 负债是修行 因为与先生的夫妻矛盾 我去投资 结果导致负债 曾经特别的痛苦 难受 想不通 还怨恨对方 如今 特别感恩 负债是修行 顺境不贪 逆境不称 顺逆境界清楚明白 断恶修善 断贪称吃 修不贪 不称 不吃 修三善根 三 父母的恩情 一辈子也还不晚 与女儿的亲子关系矛盾 让我明白了 对上不认可父母祖辈的功德 不接受 反抗长辈的教育 对下怎么都教育不好孩子 所有孩子的问题 都是父母未被开发的心 所投射的影子 所有孩子的问题 是我们离到的一个预警 孩子都是来度我们 唤醒父母觉醒的天使 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 都是因为前世早已约定 今生再次相遇 都教会我们不同的课题 一切都在唤醒我们 不得最终圆满自己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